农委会为了保护近海珊瑚鱼胶鱼类 今年3月初订定了 鱼腔裁捕水产动物禁鱼区管制措施草案 不过绿岛的民众认为这个措施不食人间烟火 也剥夺了民众的狩猎生存权 在今天上午发动了100多人走上了街头抗议 呼吁停止这个规定 叛律绿岛传统不平革 叛律绿岛传统不平革 渔民的诉求非常清楚 严格管制鱼腔的使用范围 必须要在12海里之外 还不能搭渔船出海进行渔猎 民众的生计要怎么维持 渔民大声呐喊 台东到绿岛之间只相距18海里 而渔业署的新草案当中 规范12海里之内禁用鱼腔 海域重叠之下根本无法打鱼 无法生活 渔民强调 保护近海珊瑚礁和生态的用意 他们当然赞成 但是根本解决之道 应该是禁用细木渔网 让小鱼小虾的生长 能够得到喘息 管制所有渔腔的使用范围 还不如划定渔业资源保护区 否则渔民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绿岛 这个在太平洋的这个小岛呢 我们希望说各位立委助攻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绿岛的移民的新生 带回我们立法院去 好好的重视一下讨论一下 12海里以后 渔船如果开往12海里的海域出去 刚好超过富岗的12海里 这个12海里的重叠 那绿岛的移民啊 移船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一场补鱼了 抗争活动在中研院绿岛研究站 持续一个多小时 正在岛上参访的立委陈学生 出面接受陈情书 基本陈情书 跟我们的渡移民的社会心思 我们的渡移民来承计立法院 来承计立法院 那我们代表会主席 会把这个案子做成疑案 我们冠议会 跟法党参的这个 所谓的移民我也做成疑案 那五月的定期会 刚好立法院买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的议会 会再来扣论 必要的时候 我才带国有庄庆 来去我们台当冠议会 再表达我们的心事 参与陈情抗议的 现议员谢贤玉强调 渡民会互相串联 透过议会来发声 希望渡月署 能够有更周全的考量 记者赖永成 绿岛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订阅 转发声